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 听有鬼事,诡异的出租屋 这个故事是主人公口述的 小美是随便取的名字 小美说,租房的时间是2016年的11月 应该是十几号 为什么能记得这么清楚,下面会讲 当时房东是通过一个中介找房子的 房子的装修价位都很不错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就是必须是数码的小姑娘出生三四月份的 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 中介就觉得可能是想招有缘人 总之机缘巧合的 就小美就是那个符合一切要求的人 去看房子照片什么的 小美就莫名的觉得这个房子很宽敞明亮温暖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很合适 但是小美男朋友去看房子的时候说 那个房子不是那样的 感觉很阴,是整栋楼最边上的一个房子 整个户型都朝北 但是那个房东非常的着急就让他们去签合同 小美就觉得那个房子还不错 就签了合同,钱也交了 合同是她男朋友去签的 中午签了字,下午一两点左右 小美就开始不舒服 就是头疼,眼神涣散,发高烧 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后来还是她同事把她送回家了 紧接着,她晚上就开始做梦 当晚梦见的是她的爷爷 她爷爷很早就去世了 她说她都没见过她爷爷 但是就是突然梦见她了 她爷爷就指着一个窗户跟她说 这个房子有问题 不能住 千万不能住啊 后来小美和她男朋友都开始做梦 小美梦见她同事在她背后说她坏话 比如说类似不好相处 人有问题之类的 她男朋友梦见 有人跟她说小美还留着前男友的联系方式 现在还有联系 总之就是各种做梦 最后还发展到因为梦境的事情 吵架,最后闹得差点分手了 然后小美就去找之前见过的一个 身上有仙家的姐姐 去看这个房子 那个姐姐看到她就直接说 你要租的那个房子不干净 不能住 姐姐为了帮小美去中山林 南京这边的一个景点 一片山林 孙中山安葬的地方 帮她弄了阴阳墓之类的 一些类似法器的东西 然后一起去那个房子 因为已经签了合同 所以小美就有那个房子的钥匙 就连夜直接去 做敬宅 做一些法式 贴符的那种 姐姐帮小美做敬宅的时候 开始点箱 怎么点都点不着 后来用个什么东西烧的时候 具体是用什么烧的 没听明白 举着往门外走的时候 一黄眼就看到外面走的还是姐姐 但是走出去的时候是个小老太太 头顶上扎个啾啾 也就是发迹 小美就惊呆了 就问姐姐是怎么回事 姐姐说应该是她的小姑奶来了 她小姑奶去世之前就是个道士 一辈子没有婚家 然后就在那边坐敬宅烧纸之类的 在烧纸的时候 小美的男朋友还没到 在赶来的路上 突然就很不舒服 扶着就开始吐 吐出来的全是清水 这个会看事的姐姐跟小美说 房东根本就不是什么借运这么简单 这就是借命 那个房东是七八年 也是三四月数码的 正好比小美大一轮 然后房子急着要签合同的日子 正好到年底是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小美跟我说的时候 确定是16年年底 肯定是11月十来号左右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那个房东就炸了 问小美是不是对她的房子做了什么事情 问他们为什么随便动她的房子 小美就吓坏了要退那个房子 房东是自然不肯 小美就说她钱也不要了 反正房子肯定是不回去住的 房东就说要退房可以 但是一定要见一面 就在江宁双龙大道那边的 那个欧尚约的见面 结果小美夜里又做梦了 这次梦见的是一个男的两个女的 男的是个老头 说老头也不合适 应该算是鹤发童眼 就是白色头发 但是人长得还是挺帅的 穿着蓝色的道服背着剑 她在梦里就一直被什么东西追上 他们就带着小美跑 把她藏起来 然后这个老头就出现了 跟小美说她叫啥啥啥 反正是说了全名 但是小美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信贺 说感谢小美他们 因为她一直被困在那个道法里面出不去 然后给她画了 还是布了一个阵 上面还写了她家人的名字 她记得很清楚 四个脚上都有名字 还有她哥哥嫂嫂的名字 然后说现在那个房东就找不到他们了 会没事的 说完 说要去她家的后花园了 然后拐了玩就走了 说来也奇怪 当时约了房东见面的 小美和男朋友都到了 房东却不敢出来了 最吓人的是 那个中介一直还有小美的联系方式 大概也是被吓到了 第二年的时候 中介跑来告诉小美 五月份的时候 那个房东横死了 好像是什么意外之类的 总之就是去世了 最后补充一点 房东是个女的 就是七八年一直未婚 工作不顺 也没有对象 第二年好像是五六月份的时候 人就没了 具体中介也没讲 房子是清水湾小区 后来这个事情之后 小美总能看到东西 但是看不全 比如只能看到半透明的上半身 或者下半身 逛马路经常听到有人黑黑的叫他 有一次 一直有双透明的腿跟着他 还黑黑的 他生气了 骂了他 后来就再没有出现了 感谢飞儿分享的故事 如果是租房或者是买房 住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静一下站 具体怎么进展 有专门做这个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二号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